中老的一生 对客家文化 对台湾文学 为整个台湾 奉献的太多 太多了 人人称他中老的中兆症 在5月16号辞世 想骑兽96岁 台湾文学界 少了一位巨播 桃源市府 周日举办中兆症 追思音乐会 而手能响的 鲁冰花主题曲 在台湾 人人能哼上几句 这部电影的原作 就出自中兆症之手 他不但是产量 最丰富的客籍文学家 更是大和小说的 开山始祖 每部作品 都深深影响台湾文学界 虽然中老辞世 但他的作品和精神 将涌流世人心中 突发中心 桃源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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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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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